哈囉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我們要來 這個是有點臨時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太誇張 我一定要分享給各位看 因為最近不是CS2有一把新的刀子 叫做尼泊爾軍刀嗎 我覺得非常的帥 因為它算是一個走曲線的刀型 而且又是大刀面的 通常彎刀的話 爪刀 摺跌刀 雖然是彎的 但通常都比較小 出這麼大面積的彎刀 真的是很值得令人關注的 近期有一個YouTube頻道 它叫做 君3 Gregory 出了一個關於 有可能是CS2 leak的消息 那我們往下看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說 WOW 新的尼泊爾軍刀 它出現在CS2裡面了 這也是它有可能模組搞出來的 不過我覺得可信度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就要先來看一下 去你媽的廣告 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握把和這個刀面 還有上面的logo 我真的覺得是 Safari Mesh Forest 森林 都市衛裝 這個刀子已經幾乎跟 暴力獵刀一樣差不多的刀面 真的是一把很大的刀 我覺得 應該會很貴 髒亂 也是非常亮 OK 這邊的藍鋼看起來 有點 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未改版的嗎 9月26 哦 那應該是還沒改版的 WOW WOW 連 連 破傷風 都這麼好看是 反而這個 致命紫羅蘭看起來像是 玩具 這大馬四格不錯 烏鴉 烏鴉 Ace 1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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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好 這是大概版前的 但大概版前的杜浦樂 就這麼好看的話 那 P2的話應該是 哦 哦 乾我起雞皮疙瘩了 太好看了吧 HOLY SHIT 哇 紅寶石 舊版的藍寶石 這些模板應該可以當作一個很好的參考 這黑珍珠是舊版的 我也是很好看 他大理石漸層如果真的斜度是這樣的話 那 冰火的機率真的是很大 這該怎麼講 因為模板照理來講的話 如果他是 偏平的話 跟 M9刺到差不多的話 他大理石漸層的冰火會 特別難 你看他刀子的長度其實是非常非常長的 但是 他隨便 一個反面就是一個 接近 蠻接近冰火 可能黃色部分還是有點多 不過這次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 面積是偏斜的 所以 哇 藍絲的面積真的佔了很多一個比例 天啊 可信度是非常大的 因為 他都把整個刀的模型做出來 而且你可以發現他的 石刀的動作是 基本上跟M9刺刀差不多 你們看一下就知道了 哦 對 拿到的動作是這樣 稍微有點轉出來的 跟 M9刺刀一樣 尼泊爾軍刀 真的蠻好看的 後來